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大專 阿芬 那樓梨在那邊也OK啦 謝謝主持人 這個福音跟牧羊真的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家雖然在別的地方過生活 可是我們的照會生活都是一樣的 就是福音跟牧羊 然後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有一個社區大學 就是花可圖的那個社區大學 因為它很多留學生 跟很多大部分的學生 都以那個社區大學為跳板 然後再轉到華盛頓大學 所以有非常大的一個這個 魚場 然後所以很需要有丁子的配搭 然後當地的照會為這個校園已經討告很久 然後討告討告 結果我們家就翻過去了 然後我們家就剛好在那個校園旁邊 所以就我們去的 我記得就隔週還是隔兩週 然後我們就開家了 然後丁子妹就可以 其實我們很清晨 我們只是把家打開 然後所有的飯食啊 這些都是有丁子妹一起配搭 然後現在每週五的晚上的聚會 所以固定都有大概十位左右的學生 而且一直在增加 然後也參加這個軍會 然後每週四我們會進到校園 在校園我們有租借一個 不用租借一個教室 來校園盤 就中午跟他們一起吃午餐 然後會讀一張聖經 然後有些教訓這樣子 所以這個校園就是整個有備復興起來 然後不斷地有新的丁子妹來加入 下個禮拜 要來主日有一個 本來是徳運朋友的 他要受敬 感謝主 所以我們家 就是很感謝主 帶我們到那個西雅圖去過照會生活 然後我們都很好 上次的孩子也都很好 到了現在已經有明確的轉學的目標 所以他最近念書點很認真 然後換例 可能神經比較大條 所以他這個英文聽不懂他也不在乎 他說每天還是很開心過在學校的時候 然後學校老師對他很關心 我覺得他不斷地跟我有一些交通 我覺得可能比我對他很關心 所以我每天去接他放學 他也都是微笑著走出校園 所以應該應該是沒有被怕的 之類的事情 然後換句話就不用說了 這個小學生每天都很開心去學校 然後他就是去了學校一個月 同學還知道他英文不太好 他應該很會裝 就是到處去找人家聊天 然後講說聽得懂 然後簡單回幾個單字 人家覺得英文不太好 其實英文很差 就是每天都很開心 然後梅妍 這個姊妹妹也知道 他到哪 他這個照會生活是不會選擇 他到那邊還是跟 是為什麼一些姊妹妹都有誠心跟交通 然後我們在那邊也參加很多的聚會 對就是聯運照會 然後我覺得最後一個負擔就是說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主 讓我們這個 算是我們人生的下看場 有一個新的起頭 然後就是 去到別的地方真的會擴大我們的度量 所以拔高我們的眼光 所以這樣鼓勵年輕的天佑姊妹 親子的天佑姊妹 有機會真的能夠多到 這個離開本族的家 到處去看看走走 真的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事物 很多不同的天佑姊妹 可是我們都是在這個神聖的線上 一同的前進 這個神聖的生命 更多的會做到我們的裡面 成為我們的幫助 所以感謝主 我們都過這樣的豐富的聚會生活 也歡迎 一定用姊妹 有機會來跟我們相調 要來的這個佛商解特 會是在西亞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這邊已經如果 我們在安排很多的服飾 所以感謝主 阿妹 阿妹 好